早安,歡迎收看《即使攻略》 我是李慧儀,這環節嘉賓有Stanley 早安,大家好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有股票問題、問題、專家意見 可以打電郵至204-6566 或電郵至ASK-BS-TRACK.COM 或WhatsApp至9157-14-200 Youtube、Facebook正直播,大家可以留言、like和share 會盡快回答你的問題 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看到恒指暫時升近351點 最新報20497點 國旗指數最新報6957點,升123點 大肆成交暫時有432億 早安,提提大家 大家可以發問,今天Stanley要準時11點走 不過下午還有一節 下午還有一節,放心 沒錯,輕輕說一下C.S.Stanley 我看到昨天第一個假日 開局開門紅 一個好笑頭 今天繼續有得升 來到這個位置 隔晚美股就偏遠 今天反而港股這邊又彈髮 我看到科網股也多厲害 但剛剛咪前也聽到你說 700天又徐靜又等等 現在這樣的市況 繼續看好還是開始有戒心好一點 那個股呢 你說那些復償那些東西 那些板費的股份 我又不是太過擔心 可能還有一些炒作下的 是 其實你看到今天的市況 很多股都還有一些移動 有些炒作 反而大市的這些位置 真的有一點覺得是否差不多呢 就是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 如果這樣說回 過去這兩天的時間 國市真的都 咦咦咦咦 彈得都很厲害 當然 都是炒著復償這些消息 你看到市都是炒這件事 但是呢 如果你純粹說回點數 即是說回點數的話 第一 炎靈天線要是升穿了 當然這件事是 你以過去的經驗來說 OK的 這是一個你好的信號來的 反映大市真的好像有些 突破一樣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說 其實如果你用回市之前的區間去計算的話 我當作一萬八千五、一萬八千五、一萬八千五 這個區間的話 那是一千點的 之前要站穿在一萬八千五之上 但是 如果你用一千點去計算的話 那個叫做上升的目標 其實你都是看著大概二萬零五百這些位置 所以呢 其實你說二萬零 即是二萬零四百 二萬零五百這些位置 其實按照你的阻力不太小 變成你說這位暫時要再上去 為什麼呢 我又真是覺得 真是不是那麼 我覺得這些位置 你說現在先說再去考慮 甚至乎 好像之前還沒入 現在要入 我又真的有少少的暴力 當然啦 剛剛所說的是指數 你說指數 但是個股那邊 我又不是 就是那句 我又不是太過擔心的 就是那些股份始終是 你說這一回合的時間 就是過了這幾天 甚至乎在之前的時間 跟大家分析都說的 那些復常概念板塊 至少還有兩個時間 大家可以衝勁一下炒作一下 一個就是8號 某天灣的日子 另外就是春節假期 那段時間 看看是不是真的要見真章 所以對 我想個別股份 都還可以炒一下 但是真的市道這些位置 真的好像二萬零五百零 真的好像我的覺得差不多 是嗎 大家都留意著 是的 炒股 不炒市 最主要是二萬零五百零 還有這兩天 你怎麼這麼說 那個走勢真是漂亮的 真的漂亮的 尤其是昨天那一刻 叫做破腳穿喉 是OK的 而且因為 都真是 那麼大波幅之下 叫做咬就咬腰 上了回去 其實是真是好來好的 你今天彈其實也挺合理的 但只不過到這些位置 就是要短期打得太快了 那是否真的叫做 點而過急了呢 我反而會有些 有些有些擔心 因為真的不要忘記 其實你說很多 有些數據 甚至乎你說 我們那個經濟狀況去看的話 其實真的 真的不是這麼甚麼 所以二萬零五百到這些位置 大家反而就 真的不要過份還是興奮 就是過股 可能真的有些 復常他們不股那些 那些又真的不怕不怕再買一些 就是再你錯誤貨 甚至乎你炒一轉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真的你說現在 再去可能追個指數 甚至乎可能 Kamen多時買一些 就是買一些現身股股的 熊仔 或者牛的那些 自己又真的要 那個註冊上面 都真的不會太過重註 大家留意著 主要都留意一些復常股 不過呢 復常股 但是我看到Kamen都問 那些電動車股 Tesla 隔天晚上就 你估計是跌成一乘二 真的沒多久會見過 是的 最多跌一乘半 今天年代為小李都很麻煩 本身他們的走勢都很麻煩的 小鵬自己也有個 條數出來就是宣布 去年12月交付 是1萬1千多一點的智能車 按月增長了9成4 看上去增長也不錯 但是今天還是要跌 關不關Tesla那邊的勢差 影響問題 都關事的 都關事的 因為始終大家都是看著Tesla的頭 是 不過你說 味道真是很 大家的關聯性是怎樣的 反而我覺得是大家會擔心 那個價格戰的問題 因為其實Tesla 你見到它真的似乎 都真的可能會減價 因為它要谷的量 所以你說它的價格會不會減呢 我覺得真的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就是加強競爭 所以就變成 譬如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車估計大家都知道 終於撞到信願 抵死 我們剛才Kelvin問 我們打算下一拍問問Stanley 突然間 2、3、8、2 是呀 跌7.4% 話說這隻我今早做一個看過的 它發美元掛勾債員 是呀 這是利淡消息來的嗎 這樣跌法的 這個 我要先看看它的詳情 我先看看 但是那是Tesla 你說它關閉它事 不是關閉它事 不關閉它事 但是就 就這樣說回 你說車股我都是一月以往 我都是在談論 我還是不批這個板塊 它真的不批這個板塊 所以你說車股就要拚它 就不考慮了 就是有其他選擇的時候 就不會看車股 現在是呀 那麼多東西給你選 是不是 要不要選車股 反而Port就選車股 但它現在的這些東西有沒有掃呢 我真的沒有掃 是嗎 不過它們也是的 有些消息一出又可能又彈了一點 SmartTone 有什麼東西 真的 真的沒有 Tony 不好意思 SmartTone 擺明是因為 因為它好像一些什麼概念 好像這個叫做安全權的收息概念 315 這些 590 擺明是炒復償那些 不是真的 這次炒了這一下都可以的 因為越來越近8號會不會有關係 真的有關係 看1929 所以你說現在那些股份 真的是看著這些 都是看著這些炒 是的 真的 8號前其實大家如果有貨就插實 如果沒有貨會不會都遲呢 今天都4號了 幾天 你都說清楚 我在這個節目裡都不知道說了多少次 過多月了 過多月了 不是說大半個月了 很多朋友都已經吃了幾次了 但是現在這一段又是那件事情 就是樂觀之餘 8號的第一個時間大家要關注 關口 是的 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在想什麼時間 吃壺了 其實我覺得是 是嗎 因為之前大半個月前都提醒大家 其實可以選這些復賞 大家都可以看著8號前 吃下壺 如果你看到8號前可能減少一點吃一點 不過是真的 你說8號是一個最頂 8號當作是開端 但是你說行不行 甚至乎那些東西是否真是怎樣 反而是看看 遲些新衝隔絕的時間 8號呢 我覺得是你當作是 當然現在 現在4號好像整天傳到話 是的 今天晚上都說了出來 好像廚華今天會宣佈出來 那看一下 有五萬個名額是嗎 是的 不過有一樣東西 有陰謀論點這樣想 它出了這幾個消息的話 有機會那些股份 可能會借小借好少一些出貨 不足為奇 但是可能你轉到頭部再打上去 再有機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但是上去都好 到復常 即是到真是8號之後 就會看看到時 大家就可以目測 看街上是否多了很多人 其實這次這個 這個挺有趣的 這次這個狀況 你看復常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目測的 甚至乎 就是再有趣的一些 你是不是坐車去尖銬水 去看處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 不過你會分辨到是遊客 還是本港的人 這條話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幾天 感覺上已經是多了那些 樓地人 因為最近很少出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們其實一向都在這裏 你有沒有留意 以前自由行的時候 當然少了很多 但是還是在這裏 去迪士尼那天見到 早晨 Tony 我先問二三八二 我看過那段新聞 它發行的美元差 其實現在暫時未有詳情 是沒有的 但是昨天也有個消息 就是Apple會減少出產的MacBook 和Apple Watch 會不會也跟那些事 這個就很頂硬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2018 其實是升的 其實按道理 如果這個真的 真的如果要假設 真的對蘋果那單新聞有影響的話 其實應該是2018 其實你說信譽呢 直接影響大不大呢 其實說真的 應該真的不多 因為信譽呢 其實是因為 如果你說功課的量 我都很肯定 它功課給蘋果的量 一定不多 是很少 有機會是很少的 因為其實蘋果本身 你說問一些鏡頭的那些 你拿 不是 其實他拿那些單 其實是給誰呢 是大立光和肉精光 是在公司來的 即是他們的那些單 是鏡頭的那些 其實是找一些公司做的 信譽應該是現在有機會 加入他做那個工業 裡面其實有一元 但是按道理 那是好東西來的 但問題是你的量 我想蘋果也不會突然間 信譽給你那麼多量 所以其實它的量一定是很少 但是其實按道理 先說回來 蘋果切單的話 其實你對它有很多東西壞 都真的是良題 因為其實以前我都分析過 信譽如果它打進去 蘋果的產業裡面的話 它一定要靠減價 其實它一定要減價 才能搶得到 大陸光和肉精光的單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按到你切單的話 其實你說 當中可能會減兩間不減它 都不出奇 只不過如果是氣氛 氣氛就很差 還有我經常說信譽 怎麼會記你問我 如果在這些時勢之下 它不值這些估值 是的 我看到原來今早 美銀證券都給它 恢復跑輸大市的評級 是的 目標價66元 Tony 你今早厲害 Tony 入了3、5、4 你今年好像開局很旺 是的 頭兩天不贏 厲害 真的 衰豬 我也要吃壺 不是OK 你的3、5、4 8、3、9 如果你這樣 你可以11元吃一轉 昨天2380你吃了壺沒有 Tony 2380今天回了一些 也要清翻了 也要清翻了 今早在下跌 但是 3、5、4 你入了也沒有 你叫它 你把手機拿著先 先拿著 Tony 我覺得你家的駕駛股 8、3、9 吃了一轉 即是度假寫著模仿 寫著模仿 是 好 留意著 我們聽了家庭觀眾的電話 再和Tony 聊天 林先生在這裏 早安 林先生你好 早安 兩位 早安 今天想問甚麼 2、6、0、1 和3、8、4 哪一隻極目 未有貨 3、8、4 現在 中國泰本和中國燃器 二選一 也是兩隻 完全不同性質 你想長還是短 又是短 林先生 真是兩隻 如果你要選一隻 我一定會選 2、6、0、1 3、8、4 我比較擔心業績多一點 上次的業績真是一般 不過他下入取正 不過他息也不高 所以算了 如果你要選 林先生短炒的話 2、6、0、1 你駁一下A股股又OK 然後市又氣氛好 內顯反快 有條件是可以追到後面的 是 OK的 好 留意著 林先生參考翻新意見 繼續聽梁先生的電話 梁先生你好 早安 梁先生 梁先生你好 是 想問些甚麼 梁先生 我當老大聲一點 有點濃濃的 不要緊 你講 現在聽不聽到 想問些甚麼 想問些甚麼 梁先生 我想我現在 弱股這麼缺乏 我想買兩隻弱股 你告訴我 你買哪隻好 哦 弱股的推薦 不過這樣 梁先生 弱股 你說缺弱的話 即是說 如果你看消息 你大聲一點 不 我如果你看消息的話 你說可能是本地缺弱 本地其實 以前路上又不是很缺的 內地 你說是否很缺弱呢 現在又好像沒有太多消息 但是你說 如果 如果真的要選一些藥 是否像現在有甚麼 投憑申慶那一群的話 有沒有哪一間公司 是真的做這些呢 說真的 因為這些藥本身 又不是那些 你那些甚麼子通藥那些 又不是那些很高端的藥 基本上很多公司都有做的 甚至乎 你說好像 應該印象中 石藥那些都有做的 即1093那些 但是你說有沒有哪些公司 是專門做現在缺的藥呢 真的打來不了 好像有些聯邦製藥那一群 那些好像都有做 但是真的不肯定 所以你說政令常常 我想叫做正老一點的話 你可能選一隻1093 即石藥那些 你可以想一想 好 那梁三參考花 石藥那些 Tony真是吃勁的 是啊 因為 《地民有報》有篇文章 是的 昨天有篇文章說這件事 所以昨晚 那些教育股升得很厲害 是 昨天那些教育股在外面升得很厲害 真的 好 繼續打電話 岑小姐 岑小姐 你好 早晨 你好 岑小姐 你好 早晨 你好 想問些甚麼 我想問騰訊 我272元買的 是 明天就 廚政 廚政那些飯 是的 你便想問是否吃糊還是怎樣 我不吃糊 我想明天的廚政 有幾件就剩下 答你不到 為甚麼呢 除淨的數字 因為今早有些傳媒朋友問我 那數字是怎樣計算的 安度 安度 正常的情況 應該 因為它可能有兩個情況 一是 它用當天 入股美團的價格去除淨 一是 用今日收市後美團的價格去除淨 所以用哪個價格去除淨 其實真的答你不到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你只可以說 明天一定會有調整 但是調整多少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不過如果你本身 如果拿著貨的話 你又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它這次派出來 好像是十股上一股 變成你計算一下時間 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稅股 即是美團的稅股 還有 你叫它這段時間 騰訊上升上去的時間 一定是關於那些賣款 可能有很多朋友 可能想收買借美團 可能這樣 追著騰訊來買 所以明天 有機會估額會相對比較大 但是 按理說現在市場的氣氛要看 應該還定得住 所以你有貨的話 先拿著它 是啊 陳小姐也說拿著 好了 解答了你的問題 多謝你電話 好啊 繼續聽林小姐的電話 早晨 林小姐 你好 好 喂 林小姐 林小姐 收不收到啊 喂 收到 是 其實呢 我經常收拾2、3、8、8 但是現在升了 我又不知道什麼價位可以買 如果你教我買了 又可以怎樣放啊 嗯 林小姐 如果這隻不什麼呢 你問一下吉利行不行啊 吉利 吉利就不啦 吉利問過我 我都說 其實你不要買了 是 2、3、8的印象中 其實我都跟你講過一下 都說你買都沒有所謂的 這隻用來放都可以的 可能當時沒有買到 但是現在你說再追不追呢 那你可以買少許 你不要買多買少許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這些價位其實先追貨 那又不是 如果你說現在這一刻買貨 或者是之前的時間 都跟你講了就是說 可以買一些復償概念那些 可能沒有買到 因為我現在說先追中文香港的話 我覺得接駁率不是那麼高 所以既然你之前的時間 叫做錯失了一些機會 應該再給一些耐性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落到26、26個半樓下的位置的時間呢 你才再想一想 林小姐留意著 26個半樓下你才想一想 多謝你的提問 繼續聽羅先生的電話 跟大家聊聊 羅先生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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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羅先生 想問些什麼 我想找到一隻電行 我4.96元 主入貨 主站和主算什麼位置呢 好啊 同言的 差不多了 939元 羅先生 你有貨就先拿著 因為我想說 其實耐人板塊這一回合 是挺跑輸的大事 因為真的完全沒有 對於他們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而且我經常說 你說如果你要炒健康這一招 或者甚至大禮要什麼升 要等到經濟的狀況 真的見到明顯的改善 那些貸款的順帶需求上升的時間 它才有一彈 現在你只可以說 有貨的 唯有耐心來等擺 你說有些目標價 什麼指示那些 指示我就不覺得不需要 但是那些目標價 因為說真的 都沒有太大意義 它都沒有怎麼升 所以你暫時說 我建議你 先拿著貨 羅先生你先拿著 留意著 好 多謝你的電話 繼續和大家聊 我先問你通話嗎 因為其實那天有垂直的 除了多少呢 垂直好像八毫子左右 其實那天有垂直的 你又垂直是九六八五 所以變成那一刻 其實是古怪的 就是九六八五的估值 其實你都不知道怎麼計算 所以為什麼我那時還沒跟你說 這東西的價格好像很厲害 我都說其實我都想不明白 我想不明白為什麼 不過算了 自己上市之後的價格 才有這麼誇張 就沒有它 Tesla 其實你說 你昨天搞什麼 沒有它第四季的出貨量 差了預期 所以就對 但其實昨天對得很狠 真的很狠 跌了一成多的一下 是有點誇張的 但是又是不知道為什麼 列出說 昨天市場 外來方面 對於一些壞消息那種 敏感程度太極 好 那2155又怎麼看 這隻沒研究 這隻沒什麼研究 所以無法回答 我一會兒 可能會不然 因為這事情真的不知道 是 可能下午那一節再跟大家聊 另外839講了 就是教育股 因為內地 我知道 昨晚是 昨晚美國的科技 昨晚的教股聲音都很厲害 聲音都很厲害 但是我之後就沒有再留意他們 聲音是否接得到 嗯 是 700名 有沒有跌穿沙 是 300 我真的無法回答 除了Kelvin 應該不會的 你用10%的股 除淨的血價 應該會有些計算 就是用騰訊 持股量的市值 除了那些股數 那它會除掉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會 要是 我也不要說7300 除淨的價格 調整之後 是怎樣 是 所以 但Kelvin 沒有什麼意義 不是股價跌 是除淨的因素 那你留意住 Holy 是這麼厲害的 好著數 插上6862股 好著數 所以我那天計算不了 因為話說 Low Low 有些人跟我計算過 因為有住垂直的問題 計算過那條數 它計算出來 它每一股值三十多元 我同學說 一定不會是 因為 其實你本身就說 它那塊是海外的 Low 你那塊是沒有理由 是這麼多錢的 但因為 有第二 其實你不應該計算那個股價 是計算那個股價值 那你用那個股價值去取 但是那個股價值多少呢 其實我計算那條數不高 所以我那時覺得 它的股價 是沒有人值這麼貴 但是 你平常跟我分享過 你不是計算那條數嗎 用那個股價值去計算 但是 是 但是 這隻東西算了 我想這隻東西 讓它出回業績 大家就清楚了 因為 你出回業績之後 你多數看 到時還沒有計算它的股值 看看是不是真的 值這個價 Holy 說44元 拿著這塊的手法 很厲害 想溝通貨 還溝不溝通貨 吃 Holy 你電話轉 我問你回頭 是 我讚你 這下真的 很厲害 可以 可以測到現在那一刻 都真的厲害 不過你說現在部署策略的話 因為很有趣的 今天 就 發售升得厲害 3% 但是 9626 升得更厲害 升9% 對呀 因為好像什麼 春 之前元旦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視頻 好像說很受歡迎 就這樣升上去 但是你說這些受歡迎 能否轉化為淺呢 不知道 八度的那些都是 八到半成 是不是 這麼厲害 是啊 什麼呢 網易也有2% 對呀 都是炒的那些 因為這些科技股 可能有些氣氛 就炒上來 而且市場 你看到 都彈得多了 是啊 彈出了400點 不過厲害 真的厲害 這個市場真厲害 對 那1024是怎樣 即是他交不交好啊 Stanley 還是 1024 我又不見你交 沒有交 不是拿著才算 因為有時候 這些股份的勢是漂亮 不過 你說他的基本面 是不是OK 我就一向都對於 這些視頻股有些保留 是 始終你說他們的盈利的狀況 我又不是看得那麼好 變成這些股份 反而你一轉 你自己先設一個紙站位 其實你已經計算了數 你加出交貨的 不是可以的 你就可以計算了數 你加完之後 平均價是多少 你先設一個紙站位 我覺得這樣就會好一些 因為 真的是樂觀萬樂觀 但這些市場有些股份 你也要想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受惠有一個投資的氣氛 所以你復償那些追 反而我沒有預見 因為 你真的要炒8號 炒通關這些東西 但是你說這些視頻 你真的 有時候你都未必知道 他究竟真的升了什麼 他純粹大事大事 多了東西看 但是我覺得 最主要是看 你說看和你那個 主要是一個收入盈利 有時候你真的想 你真的想到一個行業模式 當然現在你看到 他們都有一些 好像是快售為例 他的業績狀況 是有改善的 這是真的 但是問題是 你說是不是真的好像 好像是好到現在去的那個 這個市值呢 我常常說 我不買 發售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他不值這些價格 所以變成現在 這些位置 炒炒一下 又有回到3000多的市值 我又覺得其實 我又覺得不合理了 是的 那Honey先拿著吧 先拿著吧 算了 好 Honey說什麼 你說得對 你說Stanley 我想是說 伯樂園 那是這條數 但是無謂的 等這等出這條數 你要再看 你千萬一到 真的多少是價值所在 因為 因為常常你問我的話 我真的覺得 去可愛市場 不太OK 因為你舖不多 跟內地的那條 內地比的話 那條數不多 但是你一個的市值 好像都不是小 現在都不是差不多 變成這些無謂 就是當你都不清楚的時間 去買 就是進去買 你很容易中伏 沒錯 所以你去上市一段時間 你當它 我想你當多一個月左右 它的價格慢慢會 去一個比較 就是會移回去 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 如果到時那一刻 它不跌的時間 就可能你當那價格合理 NY623上10元 所以就給點耐性 NY 其實沒有的 就是這些股份 這些 這些就為收息的股份 你安全存 其實你又不用理會 就是不用太擔心 還有一件事 NY 我覺得 反而這些東西升 其實說真的 不是好事 為甚麼呢 其實這些是防守的東西 當一些防守性的股份升 其實不是一件特別好的事 真的 所以你也可以說 你當作一些避險的東西 都不出奇 又或者另一轉 若你樂觀點要想 就是因為之前的時間 你九死了那群星 有機會可能不同的板塊 拉上去 就是那些電信類的概念 那些收息又穩陣 這些上去的情況 所以123這些 拿上去 我都說不用理會 之前你問我 我都說不用理會 是呀 是吧 因為Stanley 準時要去做其他事 沒錯 要去Yahoo 沒錯 1點半就還有一節 到時大家可以繼續留言 或者留定言都可以 是呀 沒問題 下午再回答大家 是的 都跟Stanley申報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有跟大家申報了 不大家有甚麼問題 都可以再留言 沒錯 下午回來1點半 再跟大家再談 因為我怕阻止Stanley 因為我有段溫馨提示要提大家 是呀 我等我講一下 不知道時間 是的 溫馨提示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自信 對股行只有眼光的話 就記得參加我們要財的股行 只送100萬黃金比賽 只需要股中1月26日 大年初五的行指收市價值 送你100萬元等值的千足黃金 最接近者都有3萬元的千足黃金 保證期期有金派 截止日期是1月16日 大家快點把握機會挖金 詳情只需要掃回QR Code就可以了 謝謝Stanley 因為時間就緊迫一點 下午再跟大家見面 大家再來聊天 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